第十二章 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下面第三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 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我们一同来念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神派的日子必要聚聚供出来 因为要评你的话有你的意 也要评你的话定你有罪 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一句闲话将来都要演功出来 往往我们说年纪大一点的人 我们在社会上过去常有一些政治运动 那么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 我记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政策 那就是大胆怀疑严者无罪 因为通过这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资料 每个人的情况就可以掌握 但是我们说今天当然我们说社会上搞运动 它的那个策略等等 这是社会上的 我们说不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来讲是非的 但是有一点要记得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信仰 讲在神面前 绝对不是大胆怀疑严者无罪 这我们绝对不是说要跟社会长得一样 社会有它自己的原则 但是信仰有信仰的原则 今天我们随便的怀疑人 我们说那也是得罪神的 原因就是当我们随便怀疑人 大胆怀疑我们说 实际这个背后就怎么样 这个人跟我不好 我的怀疑一定是往坏的地方下 这个人跟我比较好了 我就不去怀疑他了 他就是有些问题 我也要包庇他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随便讲话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时期应该说也是很严重 就是受了这个影响 很多人以为我只是大胆怀疑 我没有定他虽然 我只是怀疑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往往这一类的所谓的怀疑都是 这个人我不喜欢的 我就往坏的地方去怀疑他 或者我就用一件坏的事情 无法证明是或非的 然后呢我就怀疑他了 然后你这个怀疑 经过两三个人的转口就怎么样 就不是怀疑了 就是成了一个铁的事实了 老师说那要讲怀疑的人 他也并不是不知道 这样怀疑了以后 转个两三个弯 那就是事实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在神面前绝对不是这样的 有的原则 神的原则即使一举闲话 将来都需要经过审判 今日地上所说所行的一切的内容 除了在人前造成不同后果 我们不要忘记 在天上也造成不同的建造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这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常常要记住的一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一头来念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血在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漂流出来 由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的基业 我们都是一样 神是公平 在天上的基业就等于今天我们大家封地 每一个人得到的地是一样的大小 一样的大小 但是我们说 在这个地上 建造是我们个人不同的建造 每一个人的建造 在这里告诉我们 有的是用金银宝石做材料 有的是用草木和结做材料 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容 将来在天上我们也知道 金银宝石也算不了一回事 但是我们说 有的是能够存得住的 经得起火的 草木和结是存不住的 经不起火 你是不是知道 今天你在地上说一句闲话 你在天上就加上一块草砖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挨人的骂 你没有回嘴 可能你在天上就加了一块金砖 将来的弟兄姊妹 我们说 神的审判 是不是要把你一句一句话都来找 其实现在都记录了 这个到底是你讲的话 神不需要一句一句讲哪一句话 这句话来帮你分析 不需要 你自己在天上 那个金砖草砖 一块一块的拼你再加 有的人整天讲闲话 但是这个草砖多多不得了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 将来你到天上去 你觉得 哎呀 我给人骂了 我要求神生怨 将来你到天上 你不要神生怨 因为你这块金砖 你会很高兴 今天如果说 人家骂你 你也骂他 那么大家都是吵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其实将来神的审判 简不简单 非常简单 只要用火一烧 什么都说没问题 有的人就说 哎呀 一个一个要过关呢 其实不需要 你自己受亏损 将来我们在天上 我相信我们都还会要交往 我们说 在那时候 我们个人 大家 我到你这边来了 结果 哎呀 你造的那个房子 这么漂亮 这么多金银宝石 你们来看我了 结果我这个房子 都烧光了 只有这么一点点 那时候 你要再想建造 姚子妹 太迟了 太迟了 建造是在今天 而你不知道 这个建造 不是 哎 那我现在赶快建造 今天姚子妹 我们说 我们所做的 神会衡量 审判不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做讨神 喜悦的事情 我们在天上 没有一个人 是全部经营宝石 我相信 不可能 但是我希望 也没有一个人 全部是草木和结 将来到了天上 成了一块空地了 只能住战棚了 对不对 但我们说 那是永远的 大家要记住 天上 那是永远的 今天 所以我们说 你在天上 加一块金砖 这个金砖 那是永远存在 我们今天 所做的一切 永远 蒙主的纪念 地球之类 从这个建造 我们就 很容易地明白 非常简单 我们为主所做的 今天人不知道 主知道 人给你的称赞 只是地上来 今天我们说 在天上 我们得到的 才是永远 所以我们 昨天我们不是 讲第五章 这个论谷的时候 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我们有的时候 就想 将来到天上 耶稣就 这个人的赏赐 大了 给他赏赐 其实今天早就别了 你做的时候 耶稣就别了 今天我们是 为主做的 我们经营 宝石的建造 就比较多 将来我们在天上 我们所造的 就比较大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看见 在地上的房子 造的比较大的 比较漂亮的 灵海的 大家都很眼红 价钱也很大 今天我们说 这些只是地上的 暂时的 天上的 那才是永远的 我们一定要 好好的建造 好好的建造 所以 从这些 我们明白 今天如果说 弟兄姊妹 你给人饭了 你就赶快感谢神 你看我天上 和我一样 精彩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记住了 这是今天 其实 当然我只是一个 我自己想象 但是 耶稣的意思 应该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 弟兄姊妹 我们说 我们会真正地懂得 深月在上 你不需要 因为人家骂我 我吃亏了 你一点不吃费 你赚便宜了 因为人家包你送金砖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我们懂了这个道理 我们大家都会很高兴 对不对 好我们说 第三方面 把律法下的人 狭隘的米赛亚观念 扩展是乖乎观念 以色列人 他们的米赛亚 永远那只是 我们的救主 永远只是 我们以色列人的 所以你们外方人 是无分的 但是我们说 其实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他向默认地宣告 今天在 这个大卫的成为 你们生了救主 是贯乎观念 贯乎观念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 施洗约翰对这个也并不认识 虽然施洗约翰他一开始就讲 你们要悔改 天国尽了 但是他对这个真正的道理 可能还是认识有局限 律法下的人 施洗约翰算是最了解耶稣的 但是我们说 他对米赛亚的认识 还是局限在 福星以色列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第二到第三节 我们已经来念 约翰在 今天基督所说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对 今天就准备 我们说 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 因为他是耶稣的先锋 所以呢 他总是想 哎呀 或者 我们说 米赛亚 这个来了 他就能够被救出来 因为他是耶稣的先锋 那么我们说 今天 这个 如果说 他坐牢 是为了米赛亚的缘故 那么现在 先锋坐牢了 元帅要出场 元帅出场 以色列要复国了 以色列复国 罗马兵兵要赶走 那么我在监狱里面 应该就怎么样 可以光荣地出街 所以他等来等去 怎么耶稣没动静 所以呢 他就打发某种局 说明 我们说 当然 约翰 他这样 我们说 也是情有可原 一方面 在监狱里面 每个人都是指望 能够快快地得到释放 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 那也就是 今天 他对于这一个 米赛亚的认识 总是局限在 律法的范围 那就是我们 以色列国要能够复兴 他也以为 耶稣来是要复兴 以色列国的 而他是来帮忙的 约翰 他是要帮耶稣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是开路先锋 先来做宣传 但是我们说 所以当他说 天国尽量 其实 约翰的心目中间的天国 不一定是那么样的清楚 约翰所讲的悔改 跟我们今天讲的悔改 也不完全一样 我们今天讲的悔改 是认罪悔改 为罪忧伤痛苦 约翰讲的悔改 是自己立志改过 我们说 这个也是有不同的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启示录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就是说在主的权势统治之下 他要做王 你知道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说 今天 比赛亚不只是 以色列国的一个复国者 或者是以色列国的旧主 他是万民的旧主 所以他要统治的 是全地 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世界 我们不用念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 天使报好信息 报好信息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 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一到十二节 等一步来念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凌亚发泛 以撒雅各一同作息 唯有本国的子民 就会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并要哀乎切齿了 今天就指明 我们说 能到天国里作息的 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从东从西 许多人 而我们说 本国的子民怎么样 确实没有份 本国的子民没有份 那是对以色列人来说 大大的意外 律法以下总理为 米赛亚是要来救这些以色列人 结果我们看见 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米赛亚来不是救以色列人 米赛亚来是救灌人 不是因为你是 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能被救 而是你回不回感 绝不接受救灌 这是律法跟救灌中间 我们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所以我们说 能在天国里作息的 不是自以为 有律法可靠的以色列人 而是不受民族限制 像那百夫长 有信心的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讲这个话 前面就是说 因为有一个百夫长 他的仆人病 耶稣要去的时候 他又说 我不敢当 你只要说一句 我相信那些鬼就会听 所以耶稣说 像这样的信心 那是在以色列中都没有 以色列人不是信心 以色列人是自以为怎么样 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所以自以为我是理所当然 而不是因为有信心的结束 百夫长 当时我们说 罗马人的百夫长 一般来说 不会是犹太人 所以耶稣这个话的意思 也是外邦人 今天其实耶稣在这里 就已经把救恩和律法 很清楚地指出来 律法家以为 只有以色列人才有份 外邦人都是狗 都是没有份的 耶稣在这里就说 不是你的血统问题 而是你信心的问题 这就是救恩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说第三 下面还有一个 第四 把律法下的人 只重外表礼节 提升为内心真情的要求 我们说律法要求的 那些规条都是外表做到的 而今天就就是没有我们说 神对我们的要求 法治内心 人很容易用外表来代替 原因内心总是不那么容易归向神 很多人就希望心归我自己 外表我可以来模仿 来学该怎么做我都做到 其他的宗教也只是要求外表 律法也是 今天你不可杀人 那外面你不要去杀人 你心里面恨人 诫命管不到你 你心里恨人在律法底下 你没犯罪 你不可以拜别的神 那你心里面讨厌耶和华 诫命你说有没有这一条 没有 但是今天呢 我们说是 不是说你拜不拜神的问题 也不是说你讨厌不讨厌 我们的要求 尽心尽信 尽以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实也相仿爱人如己 你今天爱神啊 你还会讨厌神啊 而且我们说你真正的爱神 你还会去爱别的神啊 今天我们说 如果我们爱人了 我们怎么可能杀他 你会去杀一个你爱的人 你保护都来不及 你会恨他吗 也不会 多少做妈妈的孩子 我看他一点不会致恨他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爱了 今天我们说 你对一个人也是一样的 你爱不爱一个人 今天你爱他了 你不会恨他 一个得罪你的人 我们说你从心里面 你真的是爱他的 我们说我们真的会原谅他 所以耶稣不是说要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地区 我们来看一下这方面 看几出经文 第一个 我想是地区是没最熟的 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 谈到的时候 说的话 虽然这不是在马太福音 其实其他的福音 有的时候 我也得要借用一下 这个道理都是一致的 四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 都是在从律法要过渡到救恩的 这样的一个扭转 改变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念 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 二十四节 始终我讲到 如今就是了 他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不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今天耶稣就向撒玛利亚的夫人指出 地点不在乎 不是这里好那里好 到了这里就特别蒙福 不一定 今天我们说 地点不在乎 形式不在乎 仪式不在乎 不是一定要这样才做到 过去我们说 有些仪式 那就是外表看来很隆重 那一定是要这样做 这样做 他们认为 那就正要敬拜神 其实我们说 仪式并不是不可以 帮助我们的心灵 而并不是仪式代替行为 从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从前的那些仪式因为代替了心灵 以至于我们说 磨其成成 所以现在的人呢 又走了另一个境界 现在的仪式就不是磨其成成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过度活跃了 我们说这样的过度活跃 帮助心灵也是好的 但是如果以为你这样做到了 那就代替了心灵了 我们说其实这也一样是一个仪式 并不乏止心灵和诚实 这些外表的 不管你是那一种用树木的方法 用那一种热烈的方法 感情奔放的方法 我们说只能都是一个辅助性的 真正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心灵诚实带出来 这是重要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些仪式 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灵诚实带出来 那我们说我们认为那就是可以 如果有些仪式 再点加说的好听 到最后弄到我们说一个人 我们说是无法安心下来 无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影响到我们心灵和诚实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 我认为都是不合适的 因为没有真正帮助了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第二 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这句话讲的就很具体 那就是指出了律法到救恩的一个改变 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 我们一通来念 但我们既然在陪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 要按照虚拟的信仰 不按照医人的救养 虽然这个话不是在四福音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律法和救恩的区别 律法按照译文的旧样 就是旧约 而今天那就是按照心灵的信仰 信约 信约那是讲信 而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真是在这个教导上 把过去的那一个按照疑文的旧的那一个样子 要把它转变 改成按照心灵的这样的信仰 那么我想我们还可以看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亲自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第五章 第三十九节 我想第五章其实总的那个内容 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律法只是讲外表 耶稣说的那一些真正的救恩的解释 那就是讲内心 所以我们说恨人就是杀人 动引念就是引乱 我们说那是因为耶稣 他是用律法的题目 讲救恩的信息 律法的题目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引 但是耶稣的解释 那就是你从心里面有这样的意念 那就已经使得罪神 那就是救恩底下的要求 那么这里是另外一个 我想我解释一下呢 弟兄姊妹肯定也就会明白 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九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站出来有他打 一眼还眼 一眼还眼 那是律法下最公正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说 到了耶稣的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 打你的右脸 左脸也给他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是 从表面的忍耐提升到内心的宽恕 无语自教的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 耶稣给人打脸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的 约翰福音十八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见 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着的一个战役 用手上打他 说你这样会打他祭祀吗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会执政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打我呢 弟兄姊妹我们说 耶稣自己 有没有人家打他的右脸 给左脸打 那这个耶稣是不是 他只是空说而已 教教人 教人家这么做 像法利赛人一样 自己却并不那么遵循 大家想想看 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弟兄姊妹 我相信耶稣在这里 只是形象的教导 给人打了右脸 连左脸也给他打 意思是什么样 你要干净 你不要勉强 但是我们说 真的你具体的这样 人家打你右脸 你左脸给他打 也可能你仍然是不干系 不过你就是为了表现 你就是为了有这样的教训 我这样的就做了 其实我们说 耶稣是不是真的 有左脸给那个人打的 其实是有的 但是这个是形象的 不是那个有形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不是祷告吗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所以那里面包括了 这一个打他的死者 这个参与 对不对啊 因为那个参与打他 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记恨 他没有像大卫那样 父啊 你要让他不可以白头安然下迎戒 我们的主耶稣相反的是祷告说 父啊 是设别他们 而这一个祷告 我觉得 比给人打了右脸 用左脸也给他打 更加的有力 更是让我们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来理解 今天有人打你的右脸 脸左脸也给他打 我们说这个 你真的这么做 在人看来 可能人家也不见得 真的会觉得你好 那不过觉得 你这个人是傻瓜 不是好歹 没有是非 太无用 而我们说 耶稣在这里 他这样的做 他并不是真的做脸的人 而是他这样的要求 就是要有内心的感性 今天耶稣 从耶稣的祷告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耶稣对那个打他的人 心里面绝对不会几分 这才是真正的 着脸给人打 哪里的外衣 连礼仪也给他 今天我们说 这才是我觉得 耶稣在这里的交通 救恩是讲内心的要求 好 我想我们 就是在这些修行 谢谢大家